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榴莲旺季到来了 大家已经期待许久了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除了能吃到马来西亚的榴莲 还可能会吃到中国的榴莲 诶 中国也有榴莲了吗 是的 中国的海南在去年就已经是量产榴莲上市了 当时曾经临起了轰动 它们的品种还很全 比如说有金枕 干摇 还有新加坡人特别喜欢的黑刺 和猫山王 那今年呢 因为它们的产量 据说可以增加三倍达到250吨 再加上最近 泰国的榴莲进入了旺产季 所以中国榴莲市场的价格 在5月份的直接腰斩下降了一半 中国的网友就太开心了 觉得说 哎 榴莲自由又进了一步 终于能把榴莲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榴莲的前世今生 还有对我们新加坡的考课们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榴莲也能Made in China 那对新加坡的韬客们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呢就是可能会出口到新加坡来 因为中国的榴莲业者 他们其实是野心勃勃的 不仅他们想供应内需 他们也是想要出口的 因为Made in China 榴莲 成为他们一个名片 他们是很自豪的 那东南亚作为榴莲的原产地 如果能够反出口到东南亚来 这个对中国的榴莲业者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作用 那新加坡呢作为非常喜欢吃榴莲的一个国家 自然也是他们的一个优先选择 当然了这个出口到新加坡的榴莲 他们也是要经过叶蛋的冷冻 那口感上来说相对会有影响 不过呢他们的品种 如果经过一些新的培育 说不好呢也是有一些别样的味道 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影响就是 如果中国的榴莲自产增多了 同时他们的进口地又拓宽了 比如说越南柬埔寨也被纳进来了 那这个呢自然马来西亚的榴莲的进口量 有可能会减少 那很多的优质的马来西亚的榴莲 自然就会优先的出口到新加坡来 那自然我们也能够渔翁得利 其实去年呢我又到新山的榴莲园局吃榴莲 当时呢我就问这个榴莲园主 我说中国的海南榴莲已经上市了 据说也有猫山王口感还不错 以后可能会异军突起你们怕没 怕什么 种子从马来西亚引进呢 专家也是从马来西亚请过去的 马来西亚才是正版嘛 马来西亚榴莲永远是最好吃的 可是你看中国高铁电动车行业 TikTok清出于蓝胜于蓝的 后发制人案例可不少哦 果然今年上半年我就看到 马来西亚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陈鸿坚 他就到海南去考察了 他就形容他的海南之行是震撼的 因为他觉得海南政府是格外的重视榴莲种植 所以之后呢可能会举国之力发展榴莲业 大马的榴莲种植业者呢必须要居安思危 举国之力呢有一点夸张 但是海南省的确是把种榴莲 提升到了一个战略高度 不仅呢有海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在帮助这些果农们培育品种和价钱 同时他们高价聘请了很多的东南亚专家 去作为顾问指导 那今年呢他们政府还向六家重视榴莲的企业发放了1000万人民币 约等于200万新币 就是每家企业这么高的一个补贴 所以你看他的模式由政府企业果农专家合力攻克水果之王 所以你看这个套路是不是特别的像电动车行业的发展的路径 而且实际上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榴莲产业的市场经济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真的有利可图的 在去年的时候呢 中国人一共吃了多少榴莲呢 140万吨的榴莲 他们的这个进口量还有消费量在全球是最大的 占到了90%的市场 而且是比前一年直接增长了40% 经济规模达到了67亿美元 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啊 中国的这个进口榴莲只有1.5亿 那短短10年多的时间 就增长到了67亿美元翻了几十倍 而且他们还是以太过榴莲为主 直到2019年的时候才终于是引进了 马来西亚的带壳的新鲜的榴莲 在未来几年这个市场还会成倍的增长 那这个我们就能够理解 在去年中国海南榴莲上市的时候 那个轰动效应是有多大 所以海南现在呢 也是完全是把榴莲种植成功 当成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故事 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宣传 毕竟啊 他们已经经过了60年的努力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最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引进东南亚的榴莲的品种 但是呢 树是种成功了 就是不结果 因为榴莲树呢 像公主一样 对环境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而且是热带雨淋气候才能够种植成功 所以你想 这一次经过了60年努力 终于种成了 那海南人呢 就觉得从0到1 从无到有的突破实现了 这在吃货的眼中呢 就是水果界的原子弹给研究成功了 海南现在已经有20家的企业在种榴莲 总共的种植面积呢 超过了3万亩 去年呢 已经有1400克果树呢 已经挂果了 今年呢 据说会增加4000克的果树会挂果 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整个榴莲种植成功 在中国呢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 就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更多的企业会把资金呢 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专家也会想说 既然我们把它本土化了 是不是可以培育一些品种 再往纬度更高的地方种植 比如说广东广西云南这些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会种植成功 所以现在中国呢 算是有了一点榴莲安全的这种底气 他们在进口榴莲的时候呢 就开始语气更加强硬了 那如果大家能到海南去旅游 不妨呢 到当地去找一找他们的海南榴莲 看看味道怎么样 以上网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据中国网友们反馈说啊 这个海南榴莲呢 他们闻起来其实没有什么臭味 也就是口感呢 相对比较清淡 马来西亚的种植剂原产业部副部长陈鸿坚呢 它也是形容说口感呢 跟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比起来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 所以暂时呢 还是马来西亚的果农是有种植优势的 而且呢 海南岛的面积啊 其实只跟彭亨州差不多 当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适合种植榴莲的 另外一个呢 海南的这个气候啊 毕竟它的纬度比较高 其实它跟泰国的北部是在同一个纬度 还有一个就是海南的是有台风 所以台风呢 也是会对榴莲的成长有一个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对马来西亚的果农来说 我暂时还不用特别的担心 海南作为亚热带的气候也成功种植了榴莲 这个对很多在同一个纬度的国家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鼓舞作用 那么接下来 必然可以预期到榴莲市场会迎来一个新时代 谢谢大家 好